我们今天说包的就是南部粽 里长邀请志工在里办公处包粽子 包的是南部粽 以生米包上猪肉栗子香菇蛋黄等等馅料 他说这就是道地的南部粽 比起北部粽用炒好的油饭包比较不油腻 包粽的好功夫是在台中娘家与长辈学 随着驾到北部而将这家传的手艺带到永和飘乡 这个肉粽用北部粽比较油 我用南部粽吃习惯的南部粽 南部粽比较不油 纤米的包的比较不会那么多油 所以习惯都用南部粽 里长平时会包粽子一方面补贴家用 另外端午节前夕也会邀请志工到里办公处 一块手艺交流 因为包好的粽子会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志工们共襄盛举 将那份用心与关怀包进粽子里 显得与众不同 里长都有在 百十五月坐在百十五月 送在独自老人 我们如果有时间 就够到三天了 我是白了没里长这么漂亮 包好的粽子放到蒸笼里蒸 里长说因为馅料是现炒新鲜 而包得扎实 经过蒸汽蒸过后保留了原始的口感 一颗粽子有着妈妈的手艺传承 以及左邻右舍的那份感情交流 记者卢秀军永和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